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5日 星期五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BNO的最新情況 昨晚有一則消息傳出 英國內政部決定要修改移民入境規例 准許BNO5加1簽證的持有人 極為貧困的情況下 可以申請政府資助 這個安排當然比起之前來說就是一大的進步 因為之前說明了 當BNO持有人去到英國首五年期間 就不能申請政府資助 現在起碼有條件放寬 就好過完全沒有 對於某部分考慮是不是要移居到英國的BNO持有人來說 就是打了一支強心針 因為有部份人 他們又擔心去到英國之後 究竟能不能夠適應得到當地的環境 就業的情況又會是怎樣 因為人最怕一件事就是失業 另外的就是 有部份人可能他們的經濟條件不是那麼好的 他們可能都是慢慢地符合得到英國提出的資產要求 他們當然會擔心一件事就是 去到英國之後 萬一 真的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 豈不是要打回頭 要回流 起碼現在英國政府 修訂了這個規例之後 就能夠保障得到這一部份的人 起碼 去到山窮水盡的時候 英國政府也是會私以援手 所以我就認為這個安排當然是一個進步 當然有部份網民就會把這件事解讀成為 英國政府就是向香港人發放一個訊號 就是說無論你是窮也好富也好 你都應該要去英國 因為 隨時就會落閘 所以現在就提供這些 經濟誘因 讓你這些人不需要那麼擔心 我認為這是一個解讀 因為英國政府從來沒有說過這些 至於我的看法就是 英國政府現在這個安排 就跟美國前總統列根 那個特別助理前段寫的那篇文章 裡面所點提的兩句 那個精神是類似的 當時這個特別助理怎麼說呢 Hong Kong can't be saved Hong Kong is can 就是說 香港就沒得救了 但是香港人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 英國政府正正就是向香港人 向BNO的持有人私以援手 其實現在這個安排 英國政府就已經在他的能力範圍裏面做到盡 因為 當香港人剛剛底部的時候 都未曾有所貢獻 未曾交稅 就已經准許 他在有限度的情況下 可以申請政府的津貼 他已經是做到人知而盡 當然有些人就想英國政府做得更多 比如說有些家長 他都希望 看看自己的子女 如果他入讀英國的大學的時候 他會不會是可以收回本地人的價錢 而不按照國際學生的標準來收學費 因為如果你是國際學生的話 那個收費就貴很多 所以 有些家長就提出了這方面的聲音 我自己就覺得 這些東西就要逐樣來 不能夠一鋪過就完全推出 因為英國政府也要考慮到 當地人的感受 如果一下子推出很多優惠措施給BNO人士 恐怕的就是 到底當地人會不會有不同的聲音 會有意見 至於有些網民就提出了一個擔心 就是說 一開放了這個有條件申請政府資助的時候 會不會導致有很多人去申請呢 就會變成玩爛了制度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是一個真正的香港人的話 就不會貪心了去貪這些所謂public funds 有手有腳就當然是自己做事好過 當然你說說到public funds的時候 其實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都相當完善 針對低收入家庭的政府資助就有幾十項那麼多 其中一項就是所謂的 JSA 即是Job Seekers Allowance 這個就叫做求職者津貼 這個就是雅清理 其實就叫做失業津貼 這個失業津貼的話 他的安排是怎樣的 如果是24歲以下 每個星期最多就可以申請 58.9 如果25歲或者以上 就最多可以申請 74.35 這個額度就是以每個星期來計算的 通常就是每兩個星期就會發放 當然不要看來這筆錢好像很少 這個是其中一樣 他又有很多其他林林種種的 政府資助 比如說一些 兒童的福利金 有一些住房的福利金等等 當然我都希望大家去到不需要申請這些 當然英國政府有這個安排 他無非就是要為香港人設一道的安全網 他就不是鼓勵大家去申請 而這個安排也是對那些建制派的人士打臉 比如說這個行政會議成員張國軍 說到英國如何水深火熱 失業率上升 明明香港的失業率就高過英國 好了現在有這個安排的時候 那些人還有什麼說話好說呢 又比如說這個 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他就訴諸動機 英國政府現在有BNO5加1簽證 無非就是想吸納香港的資金和人才 因為英國現在就 財赤高達2700多億英鎊 又急需資金投入 即是說到英國只是吸納那些中產 或者是有錢人 但現在顯然又不是 連這個防線 這個安全網都提供了的時候 不論貧富 英國政府都一律歡迎 那些建制派的人士還有什麼好說呢 其實不少人和范徐麗泰都是分享類似的觀點 英國無非都是吸納的 但是現在就不是 人家連那些經濟條件有限的人都歡迎 那些建制派的人士又有什麼好說呢 是不是又要轉換其他的借口呢 然後我們再看看47名民主派的保釋安排 昨天總裁判官蘇惠德 原本批准了其中15人獲准保釋 但律政司隨即 就這15人的保釋申請上訴 最終全部被告都需要繼續還押 當然這件事看到很多人都很深吵 尤其是就是看到47人的家屬 在庭外邊那種激動的情緒 你看完之後你都會有一種於我心有戚戚言的感覺 那有部分人他們其實就是自己走去陳詞 那有些媒體也是引述了部分人的陳詞 那有些人他就慷慨激昂的 比如說何桂南 他就說到不會接受任何 有限制言論自由的保釋條件 那麼他這個做法當然就能夠反映得到 他是可以在一個艱困的環境當中 仍然都堅持著自己的信念 而有部分人其實他們都已經打定輸數了 而且也都說明了說會願意接受任何的保釋條件 那麼當然到最後其實就是全部人都保釋不了 但是我就覺得無論他們採取哪一種的取態都好 都不可以說還走去落井下石 那些真的不是人 尤其是就是那些自稱支持抗爭的KOL 你竟然都向這47人當中 某部分人就可以落井下石 有什麼意義才行 而這47人現在全部都不能夠保釋 其實有部分香港人一早都已經是 預計得到 因為 你現在走去說給他陳詞 或者給他提出要求保釋 你無非就是叫做行禮如宜 就叫做真是給他一個機會去說一下 叫他給他講過 這樣 那你總之就是大部分人不給保釋 就算有15人你給他的 律政司也要隨即上訴 即是不給了 現在都還要困住 那這些安排 正正就是向國際社會展示出 什麼叫做香港式法治 最後一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對於那些現在還是年輕的 他還有意志去從政那些人 真的要三思而後行 你說現在已經洗濕了頭 做了區議員那些 沒得好說 他也只能夠硬著頭皮繼續做下去 因為他都回不了頭 但是 還在讀書那些 或者是 你都未曾有這個從政經驗的人 如果還想著從政的話 你真的想清想錯了 因為現在的情況 這麼兇險的時候 其實還有沒有空間 給你去伸展抱負呢 當然啦 如果有些人純粹想加入建制派 他去支持愛國者治港 那沒得好說 那些什麼時候都是安全的 問題就是如果你不是想著做建制派 你打算做非建制派 那你一定就是要想清楚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